我觉得全台湾最厉害的警车是这一台 照片可能比较黑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 你干嘛拿你自己的车出来 他觉得最神武的车是自己的车 这个我的确有一台 但这个是我认为台湾最贵的一台警车 除了特殊的特种用车之外 大概巡逻车就黑白警车里面 应该这一台是最贵的 这一台是B&W的745 I-L 加长型 745加长型有警车 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后来我们很多研究警车的这一些朋友 跟我透露说这台车怎么来 这台车不是新车的时候就骑成这样子 这一台车是我们的前总统的车队里面的其中一台 但是因为前总统比较勤俭持家 所以在退役的时候 这个车没有报废 变成警车了 警用车 就把它从国安局拨到了这个不知道哪一个大队 就当了这个前导车开道之类的车子 所以他也把涂装换成了一般的黑白警车的涂装 但是那个时候呢 因为这车实在是等级太高了 对 是745 这大概市售车里面也算蛮贵的 所以警局还特别把后面的型号给挖掉 怕人家看到想说怎么会买那么好的 对啊 其实不是他有这一段故事啊 是有这一段故事 那其实B&W也还好啦 因为一般国道警车大概用宾室用B&W算是还蛮正常的 对三系列五系列也常看到 对不对 好如果要讲到警车 瑞德哥心目中厉害的警车 我想看法可能不一样 瑞德哥我很期待你的车 那么刚刚讲到B&W 那么我说的是宾室 那么警车宾室有什么了不起 各位 台湾警察发展史跟黑道有关系 台湾警察以前用的枪 最早的时候呢 是军中的四五手枪 四五手枪就是 两只手对着前面 砰的一枪 然后枪这样可以打到后面去 后座力非常大 然后呢 那么后来 后座力爆爆了 所以到底打得到打不到不知道 但是声势吓人 你知道吗 然后另外就改用左人手枪 大概警方用的大概是 五六发弄左人手枪 就 那变完了以后就没事了 有一次我在台北市植物园 前面要抓一个这个菜刀大刀 结果警方一来一紧张 不要动 然后对空瓶枪 叮叮叮叮叮 他的子弹就打完了 你知道吗 还好 还好对方器械投降 不然他已经没有子弹了 他还要你跟我在抓 这个声音吓到就投降了 黑道用了90手枪 可以连发十几发 所以我们被迫把这个 点三八 后来的点三八手枪 就换成90手枪 那黑道用了这个冲锋枪 那我们就有所谓的 维安特勤队就有这个 MP5的冲锋枪 台湾的警车早期的时候 从吉普车开始 一直到国产车 发现了一件事 在省道跟国道 尤其是国道 追不到那个黑道大哥的车子 因为他们都是外国进口车 结果你要捏他 没有 全包人已经穿过了 你知道怎么捏 就跟刚刚德哥讲的一样 那个踩到油门 生了他们很大声 但是车子还是在原地 人家已经飞过去了 差太远了 对 所以后来就开始 沿逆说这样不行 我们老是车子不如人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就开始进口的 相关的轿车 从第一线的巡逻车 一直换到 行事主的 刑警专用的征房车 那么现在就要侦察队 每个分局都有编制一部的B&W 不过不幸的是 都被分局长挪用去当做他们的坐车 B&W 应该去抓坏人 然后另外还有宾市车 那台北市的警方 十四个警察分局 那么有甲乙丙三等 像中山分局这种都是甲等的 所以它分到两部 那其他的就是乙等跟丙等的 你没有那么复杂嘛 那你追车可能性不大就一部 那甲区的分局就两部 不过问题来了 那一万多你的宾市怎么弄啊 对啊 像丙等的分局 像很多到比较郊区的分局啊 那重大刑案又少 分局长怕出事 万一撞坏的话谁赔啊 对啊 因为才一万块 其中有一个分局长蛮有意思的 他就下令不准开出去 你知道吗 可是他怎么会坏掉 他出去造成麻烦啊 他怎么会坏掉怎么办呢 所以每天规定 一定要拿钥匙发动以后 去绕一圈然后回来这样 去溜车 很好玩的一件事 嗨 各位跨学小银家们 靠影片别忘了帮我们按个喜欢 留言 写下你想看到的车款 并且把我们影片分享给所有 你喜欢车子的朋友 记得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这样都可以随时接收到 我们的最新资讯哦 更多车款的开箱评比 市价通通都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变成 WinWin跨界大赢家吧